2018年9月12日,欧洲国家联赛A级别比赛中,西班牙6比0狂胜世界杯亚洲克罗地亚,这是他们短短四肩内战胜的第二支世界杯四强球队。 西班牙将士更衣室,庆祝而就在两个月前,斗牛市军团似乎仍然前景暗淡,主帅迎着下课,球队只不循六强,曾经光芒板仗的世界冠军,在镜头下显然相当落寞。 在阿里克上见后,当即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,包括在坚持控球风格,下期高前场压迫强度,在70人大名单下给新人更多机会等。 在老一代世界冠军成员退出历史舞台时,我们欣喜的看到新一代斗牛市没有失去细腻的技术,充满活力与默契。 难怪西班牙主席卢比亚莱斯赛后放出豪颜庄语,我们正在创造全新的时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